昨晚博勝地英超當然有聖誕快車 有很多比賽要講的 先講就是曼聯賽事 他們的對手就是搬離 搬離 上一場賽事對著熱車一開球 就一個很差的開局 但是今天來到奧脫福 又真是多幸運 一開球 搬離一個高球 就去了曼聯左邊的防守區域 楊格今天打右閘 但是這一刻就沒有去到右後衛的位置 但是對手的第一時間 假狗頭鎚二傳 又真是很快打到上去 其實打到上去的時候 奧祖是比對手快去到線路那邊 我傾向覺得 這下奧祖是不需要出手犯規 只能夠就是說 盧祖看來對他自己的速度是沒有什麼自信的 結果犯規之後 佛球開進去 對方的十號仔拜尼斯和盧祖是有對抗性出現的 亦都令到盧祖喪失了 用頭鎚第一時間解圍的機會 那波就漏了在後面 就飛到到盧卡古的頭 盧卡古當時就反應不及了 結果就沒有完全把那波頂高 形成了在禁區裏面的鴨仔波 加上運氣不是說那麼好 那就搞成 拜尼斯先開幾路 我必須要強調這一點就是 這個波是一個鴨仔波入球 暫時其實 落後了和萬聯的陣容 就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說到陣容 馬達今天依然是先派上去右邊的位置 如果馬達在途中去了進攻路線的中路的話 右邊其實是沒有進攻點的 但是今天中間 其實有另一個主角 就是伊巴謙莫域 理論上伊巴看一個影子前鋒的位置 他後上涉入去頂頭槌可以說幾有威脅 但是今天左右兩邊的是全中球 或者是組斬組著來說 上半場萬聯都是比較做得少的 相反上半場的搬離 互相傳球的節奏 還順暢過萬聯 主要的原因就是 搬離很少會說上腳 隊友現身和幫忙是及時和比較快 相反來說 普巴都是決定比較慢一些 而隊友的現身都是比較慢的 這些就是涉及萬聯的整體意識問題 整體意識不是說這麼好的話 就很難主攻 今季未開始的時候 我都講過了 萬聯是不懂得主攻 而且摩連路也不太重視主攻 不過其實上一場的賽事 萬聯對著李誠的表現 反而更好過今天 所以他們這樣的話 也可以顯示到今天的問題是 中間的主角是過多 馬達和伊巴 兩個就算想合作都好 都是站定定打橫傳來傳去的 大家都不知道誰負責做個陸業跑進去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伊巴放上去正前鋒的位置 而馬達坐正踢進攻中場 盧卡古就放他去右手邊 22分鐘的時候 盧卡古一次嘔發勝去右手邊的突破 其實不錯的 有威脅的 不過也有人說 原來盧卡古不太滿意 伊巴欠獲域搶到他正前鋒正中間的位置 所以他未必會說喜歡去右手邊 如果是真的這樣就麻煩了 因為我肯定伊巴去做主攻支點 一定比盧卡古好 而且盧卡古今天的支點是做得不漂亮的 上半場有三腳支點傳球 三腳都是主攻的時候 三腳都是給的太過大力 我終於都明白 是因為他大腿太過粗 而且身體不夠靈活 所以你面對著密集在主攻的情況下 你交球一定要精準一些 結果他就一定要用陰力才可以交得漂亮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見過盧卡古用陰力交球 甚至可能他用了陰力 都太過大力變了洋力 洋氣就太過重了 這個盧卡古表形大汗 不能夠就好像耶穌那樣用陰力 為什麼伊巴欠獲域也可以呢 雖然伊巴的大腿都是粗壯的 但是伊巴就靈活很多 所以這個動作就做到陰力 也都解釋了為什麼盧卡古 只可以做到反擊的支點 因為反擊的支點又真的要幾用力 所以總結而言 盧卡古其實就不太適合踢主攻的球隊 他應該是踢反擊球隊 所以其實剛剛那個暑假 他應該是要留在愛華頓的 上半場 曼聯對著搬尼的主攻 另外還有一些問題 例如福仔太心急 整天自己扭上去 左右兩閘又站得太過上 那不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那個球在後場 那些中堅是在猜球的時候 然後呢 你都要落一格去幫幫忙 你不下去幫他 就好像29分鐘那樣後場 交失了球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連做個球上去都難 就很難主攻的嘛 那35分鐘呢 就萬聯落後到2比0 那萬聯都可以叫做 就是面對著 今季呢 最無運的賽事了 那真是猜不到哦 對方的迪科亞可以射個佛球 那麽漂亮的 那講到迪科亞呢 其實當年費格遜 都有留意過這個人 可惜這個人年輕的時候 斷過腳 所以萬聯就沒有簽到他 但是 迪科亞他斷腳那段休養時間呢 費Sir是有寫信去慰問他的 好啦 0比2之後的1分鐘呢 普巴用他的強項呢 在中線附近 斬一個很漂亮的長泉呢 就找到福仔插進去的 那拿得漂亮的啦 射到的啦 那但是呢 對手又醒目保護回胸門 那萬聯的確是沒有運的 不過啦 雖然是沒有運 但是 我都講過強隊呢 是一定要有一定能力呢 去將運氣的指數影響力減到最低的 但是萬聯就是不可以利用主攻的基礎呢 做到這件事啦 所以季初我都講過啦 就是萬聯呢 出事呢 是遲早的而已 那來到這一點啦 那應該怎樣應對的呢 那其實呢 馬達在臨完上半場之前呢 那就有一些比較多在中路的傳送是不錯 那一下找到伊巴射到球的 而伊巴呢 是上一格呢 踢前鋒也都有威脅 所以盧卡古其實呢 是很應該去右邊啦 他去不去右邊呢 都算是今場賽事的關鍵啦 甚至呢 即是我們都已經知道的啦 也都明白的啦 盧卡古 他打中間 始終沒有伊巴那麼好 而且呢 萬聯到現在呢 都沒有一個純正的右翼 如果改罪到盧卡古呢 去做右翼的話 我相信是不錯啦 好啦 但去到下半場啦 摩連盧的調動呢 竟然是不要伊巴謙莫域啦 就叫今天打中間 都叫差的盧卡古繼續打中間 而且呢 換進來的人呢 都沒有說是對證下約的 那今天萬聯呢 真的太過多 中路的主角 就是入來的人呢 是蓮加特和MK仔 他們都是中路的 而馬達又是偏右 那下半場唯一進步的地方呢 就是多了些明買明買的傳中球呢 那49分鐘呢 差點可以追回一顆的啦 就是楊格在右邊 明買明買放離中間 那蓮加特呢 就踢中龍門的頭再中眉的 去到53分鐘照版主碗呢 楊格明買明買傳入是地球 那這次呢 蓮加特都可以說福智森 利用後腳入球啦 那這一個後腳就不是專門玩東西動作來的 是真的只有這一個後腳的動作 才可以構成到射門或者入球啦 那之前史高斯都試過這樣做啦 我們一定記得的啦 那蓮加特上一場的賽事啦 我都有輕輕力讚過一下他啦 那這期他狀態算是勇的 那而且呢 近期都見到有一點點進步的 那只有萬聯呢 都繼續是盡力啦 明買明買高空軍炸啦 那不過當然啦 這些是中高難度的連結 不是每次都連結到啦 也都見過盧卡古呢 就是頂錯了個位啦 那始終呢 萬聯的方法都是只有這一種啦 運氣不是說這麼好都挺麻煩的 他們沒有什麼變化的空間 沒有了伊巴就很難中間進去的啦 那所以只能夠呢就是繼續這樣做 將這個呢就是命運教託於幸運之神的手上啦 沒有辦法呢就是掌握自己的命運 那好彩今天的幸運星啊 連加達去到最後的階段呢 都入了一個鴨仔球啊 那跟對手叫打平啦 那所以今天萬聯的運氣都不是說差得很差 那但是呢都是失了兩分 都反映了球隊呢 都是時候要作出改變的啦 那今天呢 我始終呢都是確定了一件事 就是盧卡古在主攻的情況下 打右邊呢 是好過打任何位置的 那除非是沒有伊巴啦 如果有伊巴的話呢 我就覺得盧卡古一定要讓路啦 有人就說盧卡古因為這樣呢 就是跟摩連盧吵架的啊 那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呢 這次我是幫摩連盧啦 因為有時候有些事呢 不到你不肯的 誰叫你這麼開心加盟萬聯嗎 是不是 摩連盧有心改造你呢 是對你有好處的 那如果盧卡古啊 你反覆去問回摩連盧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覺得我在中間 頂頭鎚是一個殺雀來的 如果我去了右邊就沒有了這件事的話呢 我就可以回答你了 其實如果那個球 由左手邊斬進去的話 你本來在右邊都好啦 你是可以插進去接應的 看一下你聰明不聰明的 而且呢 你衝進去頂波的話呢 其實是更加有威脅過你在原地跳起的 那考慮一下接受摩連盧的改造去右邊 大舊佬 那多謝大家收聽曼聯的蔡右萍 那之後還會做利物浦和車路士的 熱刺再等多一天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呢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鼓勵一下小弟 都可以看我的影片的之前 如果Youtube是插了一個廣告進去的話 你播完它就可以了 下條片我們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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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